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村上来两个人 这不写的西烟友谊健康吗 这公益广告 戒烟友谊健康 没文化真可怕 那啥呢 给钱没有啊 要啥钱呢 你看你这刷得多好啊 这 咱们哪一个村上要钱 你知道的 咱们得洗完拉倒了 一分钱不给 就这么那儿了 凭啥呀 我找他们要钱去 你给我回来 回来 村上刷一条公益广告要什么钱呢 一会还来宣传去 宣传给钱不 你看别家大乡 哎呀 我的妈呀 这都租出去了 一年哪 后一千块钱到手了 咱们家的钱啊 一分钱没给 哎 就这么白瞎的 你瞧你 跟人家能比吗 人家那地点好 你看老李家挨着小卖店 租给马英龙了 你看这水井 人家老孙家挨着水井进 租给家多宝了 咱这啥玩意儿 咱家这是三岔路口 这墙谁租啊 你说那不对啊 咱们村上张寡伙他们家 那大钱啊 十三不靠 拿也不拿拿 哎 租出去的 一年哪 好几千块钱到手了 他租谁了 租给咱村做鞋店那个老马头的 老马头是关棍子 直接问寡不拒的 咋的 你想让人家跟你来呗 你这老公子说啥啊 你啊 快回去 你分钱钱钱的 一分钱你挣不着 你跟钱碎 哎呀 哎呀 这地区咋这么难找呢 你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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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银帘儿吗 哎呀 那是我大名 小名叫丢丢 哎呀 丢丢啊 哎呀 哎呀 那个 老王大哥 你家的墙租不 不租 啊 租 还会租啊 租啥租啊 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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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 那个 两千块钱 十年呐 一年两千块钱 一年两千 嗯 嫂子 你家的墙 长城啊 对不起啊 咱们一屯住着 啊 也不是外人 嫂子跟你打点指 行不 打多少只 打九只 一千八百块钱 你看行不 行那儿行 租啥呀 你租我这个怎么整去 你呀 愿咋整咋整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 没事 不是 你俩到底谁说算 我说说算 呃 这墙 我说说算 不算哈 咱们说好了啊 一千八 现在有点钱 我这人就 我这人吧办事吧 就是痛快 真是 你跟老爷们 要办事像娘们似的 那就没啥意思 好 好 好 哎呀 哎呀 好 给我拿我去 哎呀 这地点太敞了 我说脏寡妇 我说脏寡妇 我有小娘 不是 丢丢啊 你看咱家这墙子 你能不能不住 这什么话呢 钱都给呢 凭啥不租啊 你住我这破墙干啥呀 做广告 做啥广告 做啥广告 杨肾大补丸 不是 你怎么就偏偏 相中我们家这墙了呢 你们家这风水好啊 啥风水啊 你看看啊 我这个杨肾大补丸 治啥病你知道不 酸治 尿贫尿急尿分叉 你看看 你们家这辣的是三叉路口 和我这药太匹配了 你那么点啊 你鞋管好行 你别把我下边这戒烟 有益健康给我盖上就行 这几个字给你多少钱 没要钱 没要钱 谁信呢 那信不信 实在不行 我就把我这钱我再租回来 你现在要往回租 对 可以 租吧 一千 整天钱刚才是一千吧 我租回一半 二十不应该九百呀 现在这墙归我所用 我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二十五十五 行 一切 走吧 我可贴罐罐了啊 别把我这盖上啊 那跟你没关系 比赛上了 天壬 杨慎的大补丸 一丫 三插入口 太匹配了 什么玩意 这不老嘚瑟吗 咋的来压压压的 压宁了 老汪头 怎么你家的墙也开张了 开张了 镇大广告没想挣钱吧 挣啥钱呢 还赔一千呢 赔一千 我那咋的腰咋还直不起来了 哎呀 可别提了 这个岁月啊 就像维生纸一样 你看着挺多 用着用着 它就不够用了 我问你腰 你怎么扯到岁月上去 我这腰就像岁月给扯了 真老 前线出问题了 没打仗怎么放前线呢 前列线出问题了 你没看出我这造型吗 太难受了 我现在买点药吃吃吃吃吃看能不能好 我就买了 好是没有 哎呀妈呀 吃完这药之后 两分钟一片 这走 两分钟一当 你说我就再有劲 我也憋不住他呀 那你说哎呀 哎呀 这不行 你吃得挺好 哎呀 你吃啥药啊 阳肾大补丸 可以说这个药给我心灵上 肉体上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我现在是找不着这卖药的了 我就哪管找着做广告的这个人 我也饶不了他 那你快走吧 去看看这病吧 哎呀 你可别耽误 肯定得看 那什么你家的墙出的啥广告啊 那个公益广告 我看看我看看 快走吧 有一健康 可能不能对我这有用啊 我看看你写了一下来 看什么看不行 我我我看看 我这写 阳肾大补丸 哎呀 哎呀妈呀 太刺激了啊 啊 不是你是刺呢 你还是刺激 你刺激我了 赶紧过来快去 不是这跟我没关系 跟你们 跟我有关系啊 赶紧过来 我找你都找不着呢你啊 你不往说朱强 他能做广告吗 他不做广告我能受骗吗 啊 赶紧赔钱吧 给钱 你要多钱 八十 行 欧元 你一个说八百多好 自己换 倒霉不能 快走吧 咋的 生气了 难受了 我也要你心灵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创伤 嗯 哎呀哎呀哎呀 这外家玩我说不让他猪他谁得猪 我呀你猪 我咋他 哎老头子哎 哎 你看啥呀 哎你咋 我咋他 你虎你呀 你犯虎劲的东西 我还你跟谁挡钱的 你 大家注意了啊 现在呀我要和大伙说个事儿 我们村儿 我们村儿现在成为了远近文明的广告村儿了 许多村民都把自家的院墙租给了广告商 严重的影响了村容村茂 可是最近呢 我们村儿的王大爷 你看看人家 人家去把自家的院墙刷上公益广告了 王大爷 哎 你这是干啥呢 你大爷是发虎劲呢 要砸墙 你说我还只能墙正弦呢 你这咋样 你给我闭嘴 哎不对呀 村委会通知我说你家院墙刷的应该是公益广告 你这咋还变成药品广告了呢 这不是我租的 你问他吧 我不管你二老谁租的 咱们国家那是有规定的 为药品做广告 必须自己得先吃过这药 不然呢 那是得承受法律责任的 姑娘 这还得犯法呀 是啊大娘 大爷 这药你吃了吗 吃了 咋样啊 老毫使了 广告做得好 杨胜大补丸 吃完就像咱棚老嘚瑟似的 都没有了 不是我说你 王大爷 你这么做就不对 这事它跟我没关系 咱家不是你说的算吗 这钱不你说的算吗 是啊 这钱啊 那啥是我租的 这钱呢 大妈一分也没动啊 都会屋里放着呢啊 一分也没动 真的 我看你我就来气 哎呀 哎呀 咋子 咋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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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子 你说是雅鹏 好好的一面墙 刷上公益广告 就不对了 贴上这害人的虚假广告 就对了吧 你说咱们这都是装介人 不能为了挣两个钱 就败坏了自己的门上吗 对 不能为了挣两个钱 就往自己家院墙上抹黑吗 好 好 大爷你说的太对了 丫头你回去吧 回去干啥呀 墙也没了 没他宣传的 哎呀 大爷那我就更得宣传了 村民朋友们 村民朋友们 我们村的王大爷 为了不让自家院墙 被虚假广告玷污 毅然的把院墙砸倒了 一会儿啊 我们就请王大爷到广播站 为大伙介绍经验 大爷 一会儿去啊 别生气了 啊 去 做宣传去啊 我得把枪系上 别气呀 感叹 那我啥时候去都行 别气了 我去好了 好让你忘出租屋啊 好 好 好